荷寬山等雪的民众好开心 事实上现在荷寬山的温度都在零度以下 只要水气足够随时都有下雪的机会 至于平地的温度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今天越晚越冷 低温下探13度 体感温度只有11度而已 荷寬山又下雪了 早上六点钟民众拍到了飘雪美景 一片片像棉絮的雪花飘了下来 真正有冬天的感觉 不过下了几分钟雪就停了 没想到早上八点钟水气一入 荷寬山又下雪了 等雪的民众好开心 事实上清晨开始 荷寬山温度就到了零度以下 早上十点钟更低到零下1.3度 现在可以说是这几天温度条件够 只要华南水气一入 荷寬山随时会再下雪 温度也比较低 水气一波波的影响 所以我们预估未来一周 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还是有机会断断续续的下雪 至于平地温度越晚越冷 而且要一直冷到礼拜五的清晨 北部低温13 14度 中南部和东北部15度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水气的关系 民众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还来的低 像北部的体感温度只有11度 生活的环境中不但雪气高温度又低 所以相对而言 我们感觉到的体感温度是比较冷的 冷空气一波接着一波 礼拜六投票日又有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 加上华南水气不断的移出 全台都会是湿冷的天气形态 记者林振坚胡志成台北